大家好我是云燕 秋冬季非常容易感冒咳嗽 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家里熬金橘酱 咳嗽的时候冲一杯金橘酱喝 能有效的缓解咳嗽 还能补充VC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两斤金橘 倒在这盆子里 用一把盐把金橘搓一下 这里面再加一个柠檬 柠檬也用盐搓一下 搓好的金橘放上清水浸泡15分钟 泡好的金橘把这地去掉 清洗好的金橘放到开水里焯一下水 焯水以后的金橘熬金橘酱它就没有苦涩味 这水开以后把金橘捞出 过一下凉水 过好凉水的金橘一分为二 纸不用去除 这切好的金橘放在碗里 把柠檬切成片 把柠檬的纸去掉 这切好的金橘倒在锅里 加上400克冰糖 不要加水 就直接冰糖和金橘熬 它熬一会儿它会自然的出水 糖熬化以后 放入柠檬片 中小火慢慢熬 把金橘熬至透明 全部裹上糖浆 糖全部融化以后 就出很多水 偶尽的用铲子搅动一下 以防止它沾底糊锅 这熬至糖浆包裹在每一片金橘上面 就可以盛出来了 时间大约半个小时 如果感冒咳嗽 喉咙不舒服 就用开水冲泡 酸酸甜甜的 小孩子也非常喜欢 东京里酒壳不育 孩子不喜欢吃药的 可以私者在家里熬一下 对缓解咳嗽有非常大的帮助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次见